噩梦应该是我们绝大部分人都经历过的事情 在梦中我们常常会经历一些日常生活中没有遇到过的恐怖场景 而这些奇异的场景在梦中又往往会显得无比的真实 虽然现在科学已经对噩梦的产生有了一些较为合理的解释 但是很多人依然认为噩梦背后产生的真正原因还远远没有被揭露出来 那么对于科学知识极其匮乏的远古先人们来说 真实感强烈的噩梦带给他们的震撼和冲击则更加是不言而喻的 那么问题就来了远古先人们是怎样看待这些奇怪的噩梦 又借此产生了哪些有趣的神话故事呢 早在汉代的挪武文化中就流传着上古十二神兽的传说 民间称其为十二兽吃鬼鸽 大概的内容是说有 假作 球卫 雄伯 藤茧 懒猪 薄骑 强良 祖民 尾随 错断 穷骑 藤庚 一共十二位神兽 专门吃鬼虎 意 媚 不祥 旧 梦 折死 寄生 观 聚 谷 这是一种诡异守护人间的太平 其中那位叫做薄骑的神兽就是专门吃一种叫做梦的异鬼 这位梦就是古代传说中在人们梦境中散播噩梦的恶鬼 后汉书李一志中说 雄伯时昧 藤茧时不祥 懒猪时旧 薄骑时梦 其中就明确说到了时梦的薄骑 根据《商代普斯》中记载了多起占卜梦兆吉凶的势力来看 当时的人已经习以为常地将噩梦同疾病和灾祸联系起来 在左传中就曾经记录过 秦景公因为梦见了厉鬼作祟从而引发了严重的疾病 后来他又梦到身体内有两个病鬼变成了小儿 扬言要让他的疾病无人可治 不久之后 秦景公果然就因为负账去如厕的时候掉到粪坑中死亡了 正因为人们普遍都认为噩梦会招致厄运 所以当时一旦有人做了噩梦都会想一些办法来驱除噩梦 1975年 湖北云梦睡虎地秦木发掘出土了大批秦带竹简 这些竹简长20多厘米 宽0.5到0.8厘米不等 简文为墨书的秦历 书写于战国晚期及秦始皇时期 竹简中发现了一部秦人用来占补吉凶的日书 这本书的作用相当于我们现在早些年家家户户所使用的皇历 在日书中就记录了战国晚期时代 秦国人驱赶噩梦的方法 原文是这么说的 意思是说 做了噩梦的人只需要披散头发 便向西北而坐发出祷告 请求晚期把噩梦带走 就能达到驱赶噩梦的效果了 这个晚期后来也通晚期 是已经发现出土的文物中最早记录的 能够盗走噩梦的神兽了 白泽是中国神话传说中的神兽 据说他知道天下所有鬼怪的名字 形貌和驱除的方法 所以从很早开始 白泽就被当作驱鬼的神兽和祥瑞来供奉 传说上古的皇帝 命人把白泽所说出的鬼怪名字和驱除的方法全部记录下来 汇编成了一本书 被称为白泽精怪图 也叫白泽图 据说书中记录了超过一万种精怪的名字和图像 并且记录了驱散的方法 但是最初版本的白泽图早已一失 现在能找到的版本来自于敦煌的敦煌遗书 只记录有199种精怪 由于20世纪初 西方殖民者对我国文物的疯狂掠夺 现存白泽图的敦煌残卷早已流失海外 分别被收藏在英国的大英图书馆和法国国家图书馆 在白泽精怪图中也记录了人们遇到噩梦时所用的驱散方法 原文的大概意思是这样的 如果有人晚上做了噩梦 那么在早上起来的时候 披散头发 面朝东北方 念出道词 勃其 其噩梦归于勃其 一共念出七次 就会摆脱噩梦的影响 这个方法和我们前面提到的勤俭日书中所记录的 通过召唤道梦神兽晚期来驱逐噩梦的方法 除了有个别细节略有不同之外 大体上是非常类似的 由此我们也可以大致的得出结论 战国末期时 人们所召唤的这个道梦的神兽晚期 应该就是后世汉代的那位石梦神兽 勃其的原型无异了 当然还有一种说法 认为勃其的原型是周宣王的辅政大臣 尹吉辅的儿子 但是这个勃其被他的后母害死之后 幻化成了一只小鸟 也就是后人常说的勃老鸟 虽然勃老鸟也留下很丰富的民间神话故事 但是大脸怪个人认为 他应该和石梦的勃其 并没有太直接的关联 可能仅仅是同名而已 梦枕墨是日本的奇幻文学界 家喻户晓的知名作家 本名叫做米山丰夫 他凭借阴阳师 沙门空海等名著 成为日本的一级人气作家 他因为在高中时就梦想着 想出梦一样的故事 而取了梦枕墨这样一个名字 因为墨在日本传说中 是吞噬噩梦的怪兽 看到这里 大家是不是觉得有点眼熟 没错 我们的上古盗梦神兽薄奇 随着时光的流逝 渐渐消失在我们的文化体系中 但是它却没有完全消亡 而是以另一种形式 在与我们一一带水的日本文化中 重新复活 墨这种动物很神奇 世界上现存有五种墨属动物 其中有四种在南美洲 另一种却生活在遥远的地球另一边 东南亚的雨林中 而在远古的时候 墨曾经在我们的长江流域 广泛的存在过 我们现在的考古挖掘中 发现有大量商周时期墨型青铜器 说明在数千年前 墨是我们远古先人们 十分熟悉的一种野生动物 而且还是一种代表祥瑞的动物 墨与曲斜致病发生关联 在唐朝人的生活中 可以找到明确的证据 据说当时的人们认为墨有曲斜的功能 墨的皮做成的垫子和寝锯 具有去病消灾的神迹作用 而把墨的形象画在屏风上 则可以产生辟邪的效果 据说大石人白居易 曾经患有顽固性头疯病 为了治病 还在卧室里使用了画有墨的屏风 唐朝正是中国文化 影响日本最鼎盛的时期 画着墨的小屏风 东渡流传到了日本 出现在了日本人的卧室 在日本与梦相关的安眠功能 渐渐取代了原本来自中国文化的辟邪 成了墨在日本文化中的全新作用 到了19世纪晚期 来自中国的墨 又与另一个来自中国的石梦兽神话 联系起来 变成了吞噬噩梦的神兽 于是一个全新的盗梦神兽 石梦墨 在日本的鬼怪文化中悄然诞生了 染移是上古神话传说中的一种怪语 《山海经》中说 因堤山渊水从这座山发源 然后向北流入林阳泽 水里有很多染移鱼 这种鱼长着鱼身 舌头 还有六只脚 他眼睛的形状很像马的耳朵 书中说 吃的这种鱼可以使人不受恶梦的侵扰 还可以抵御灾祸 相传皇帝还曾因恶梦缠身 吃过这种鱼 据不可考证的故事说 染移这种水怪 他白天生活在水里 一到了夜深人静的时候 就会偷偷地溜到岸上 投食万物生灵的美梦 不仅如此 他还会顺手留下一个可怕的恶梦 最开始的时候 常常被噩梦纠缠的人们并不知道是水怪染移在作祟 直到有一次人们无意中捕获到一条染移鱼 并且品尝了一下染移的美味之后 才惊奇地发现 自己到了夜里再也不会经历噩梦了 自此 染移鱼食梦造梦的秘密终于大白于天下 不过对付这些噩梦制造者的方法也非常简单 只要吃过了染移的肉 就永远不会再受到他们的侵扰了 既然这个故事说到了水怪 大脸怪倒是觉得山海经理记录的那个染移 倒很符合现在流传的水怪的形象 鱼的身子 蛇的脑袋 而且还有腿 似乎和国内外传说中的蛇颈龙水怪 有着惊人的相似 虽然染移比一般意义上认为的蛇颈龙多出了两条腿 可是迄今为止 也并没有人近距离见到过真实的水怪 谁又知道他们到底是几条腿呢 最后不得不说 日本的文艺创作者们对于石默默的再创作 是成功和值得点赞的 既然一个外国文化都能够让我们文化中的神话故事和角色 重获新生 应该相信在不远的将来 我们也会出现越来越多热爱民族文化的创作人 让咱们上古文化中已经沉睡太久的众多优秀故事和角色 重新获得生机 喜欢上古神话故事的朋友们 可以关注我的上古神话那些事系列文章和视频 我是指出自己观点的大脸怪 谢谢您的观看 再见 谢谢您的观看